要不要講一下這次讓他也等了有點久三年多 久我是覺得還好啦 就是因為其實 因為這次整個音樂的製作真的是跨國 然後跨時區 跨時間 所以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做後期的準備 因為本來像跟Gariballo跟Tim這個英文歌文版 本來是在演唱會的時候就順便做音樂 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整個行程就大亂 然後重新又開始 最後是在台灣把它錄完 然後我們就是跨國連線 所以有一些這種 因為疫情關係 然後行程跟製作的影響都有一些延遲 不過我覺得很開心 就至少我還是趕在我們預定的時間之內發自來 對 跨國合作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部分 其實是在我們聊的時候 因為 怎麼說 尤其是像Tim這樣子的一個老派的英國人 然後我的英文又不是真的太好 我是那個 那個 可以聊 但是呢 我沒辦法用到很正式 正規的這種 英文這樣子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還蠻擔心的 因為就是很怕那個講話 用詞 那個不尊敬這樣 但是後來就發現他其實很能聊 很愛聊 而且各種尬聊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小老頭 因為我們就是在朋友家裡面 然後一邊吃晚餐一邊聊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讓我真的蠻 蠻多心的啦 就是說 雖然這麼大咖 但是不會像想像中的那種 英國老派的學究這樣子 就是 很嚴肅這樣 不會 然後 那Gary我覺得就更有意思了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 你知道 大家還不熟的時候 就是會有明星架式嘛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你這個不能帶太多 不能帶太多助理 你不能帶誰 不能帶誰 因為我們約的是他的 他的studio 直接碰面這樣子 所以呢 感覺 一開始感覺會覺得 哇 這麼大牌 這麼嚴肅這樣 然後 到了那邊一聊 又是那種 很輕鬆 然後又 怎麼說 聊得很投機 所以到後來就什麼都可以 然後呢 本來是希望 合作一首歌 然後呢 他們就非常熱情 就直接寫了好多歌給我 這樣 然後我們就選了兩首 對 所以我覺得 怎麼說 就是沒接觸之前 你就會有很多壓力 那但是 真正接觸之後 我覺得在音樂裡面 大家一聊開了之後 就 一切都很順利 這樣子 那他們知道你在亞洲也是 很有地位的天王 有啦 他們當然也做過 做過一些 research 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 大概知道我在 我在亞洲的 在華語音樂的一些 資歷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 他們也聽我的歌 那 尤其像 Tim他 聽了很多 他基本上把我重要的歌 都聽完 然後 他的評論是 他覺得 我的歌很有故事 那 跟他在寫 音樂劇 其實就很有共鳴 因為他寫了很多 音樂劇的歌詞 所以 所以他的靈感 就特別多 特別快 所以他的詞是最早 很快很快就交出來的 但是他的詞 我覺得就很適合 就是很貼近我的那個 個性 還有我在音樂上面 給大家的感覺 對 可是在 跟歐美的大咖一些歌手合作 跟那個華語圈的 又不一樣 就是合作上去的感覺 跟華語圈的 呃 我覺得 還好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華語音樂 其實越來越 怎麼講 國際化 然後呢整個 呃 在 在 版權的部分 我覺得最 最大的差別 是在版權的部分 因為我們之前都會覺得 哇 跟這些大咖合作會不會很貴 就是他們會不會收很多錢 這樣子 那但是真的接觸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因為他們 對於版權跟版稅制度 非常的完善 所以呢 他們不會像我們以前這樣 就是說 不管我先拿一大筆錢再說 他們現在反而就是 就是一切都是 呃 很合理 然後呢 呃 最主要就是之後的版稅制度 呃 呃 解版稅的這個方式 其實我覺得 這樣子反而 讓做音樂更 更容易 更簡單 對 那覺得這個月底 要邁入神 有沒有什麼願望 今年 明年啊 今年啊 今年啊 今年先過 今年 今年的願望當然就是把 之前沒做完的東西 看可不可以趕快接上來 因為 呃 因為 其實 呃 歐洲的演出 其實並不是只有倫敦一場 因為它是一個巡迴 然後呢 現在 還是遙遙無奇啦 卡在那裡 那 那這個部分 當然我覺得就是 看疫情的發展 然後我先 好好的把 唱片 跟宣傳 還有亞洲這邊的部分做好 那也希望今年如果我們 這個 疫情控制的好一點的話 我覺得 可能 華語區就可以開始 有 這個 演出 跟其他的規劃 對 那感情的部分 都沒有幫自己 許一下願望 感情的部分啊 我每年許都沒用啊 所以 可能不夠用力 會不會 欸 我很用力的許啊 那但是 反正這個部分就是 就是有就有沒有就 就 唉 就 再說囉 對啊 所以要不要就是 像別人一樣開一下條件 看會不會比較快出現 我已經開了三十年的條件了 也沒有出現過 是不是眼光太高啊 我覺得也不是眼光啦 我覺得 一方面 真的現在越來越實際就是說 也真的要找到一個可以適應 或者說可以接受我們現在這樣子 工作狀態跟模式的生活的人 因為其實我覺得 大家常常會覺得 反正只要兩情相悅 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但是真的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一天到晚看不到你 然後一天到晚有各種 各種那個 關注各種等等這些 我覺得 不習慣的人 還是會有很大的壓力 對 好像哲哲感覺好像沒有受到疫情 影響工作還是滿檔對不對 等等又要飛了 有啦 我還是 其實我整個去年 我去年其實也是停了大概八個月 八九個月 真的就是停 不過我覺得那段時間 我還滿享受的 因為那段時間 我就是真的 靜下來做這張專輯 然後 就真的像以前在錄音這樣子 因為 後來忙嘛 所以都是找工作的空檔去錄音 但是這一次真的好不容易 有一段時間 整個停下來 然後 好好的在錄音室裡面 然後 就是專心的做音樂 我覺得這樣子的機會 是我十幾年來都沒有過了 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反而那段時間 好像重回到以前那個 做音樂的那個時期 就是真的在錄音室裡面 慢慢的磨這樣子 對 所以這次到內地是有什麼樣的工作計畫 其實 還是一些錄影 然後 因為還有發片的宣傳 因為內地的部分也是慢慢的在開放 那所以呢 就 一些比較正規的錄影跟宣傳活動 現在已經可以慢慢開始了 所以 也就做 這張專輯的一個宣傳 跟發片的宣傳 接下來會有比較讓人期待的那個 實境節目 或是 實境節目嗎 我覺得最近 會讓大家看到的一個節目 應該 蠻特別的 因為是抖音的一個節目 這個講沒關係嗎 應該沒關係 因為 因為 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抖音他做了一個 所謂的實境打歌的節目 他真的是 讓我們有機會去 介紹新歌 然後 而且他的 他針對的呢 他針對的是他們抖音的這些網紅主播們 我們是把我們的新歌 推薦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來做評判 然後就是說 這些歌 對他們 在製作這些抖音的這個 音樂上面 能夠有一些幫助 或是說能夠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還蠻新型態的一個 音樂 音樂模式 就是說 我不是針對歌迷 或是針對 樂評 我是針對這些 這個製作影片 的這些 他們所謂的 你叫什麼 直播主 對 對 對 一開始還蠻怕的 因為其實 怎麼說 你平常看他們直播的內容 還有一些東西 還有他們講話其實都蠻毒的 但是呢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上了以後 我發現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只要是真的好音樂 然後呢 因為其實他們也沒有太多機會 聽現場演唱 所以我覺得 我的優勢吧 就是上完了以後發現我的優勢就是說 現場演唱的那個震撼度 其實有震到他們 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也是讓我覺得 欸 好 這個部分 算是我的一個強項吧 對 所以也希望 真的 接著下來比較有 有 這個鬆綁了以後 真的可以趕快把我的演唱會 開始走起來 對 謝謝 謝謝 你來了嗎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旺川秋水 清風徐嵐 您來了 您來了 來來來 布羅蘇大台柱 先功課做一做 來 三月份Tito大台柱 張信哲同學 明天即將就要發表最新的國語專輯 個人第35號作品 就懂了 好啦 哲哲 左邊 前方 右手邊 都稍微照顧一下大家的視線 那這一次這個專輯我覺得是一個 東西方合作 而且是一個化國化語言的合作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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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大鵬展翅 哲哲變了 把我當成TuneRise 你這樣 我對你有一點東西 拿一個手勢好嗎 拿來個手勢好了嗎 第一張專輯 代表我們這個華人音樂圈 就要動起來了 來右邊 好來 右手邊 正前方 阿哲哥再給我第二個POSE 第二個POSE 嗯 2 對 1 2 1 討一下 欸 拜託你老屁股餒 你哥很老屁股 幫你丟我多幾個POSE 你要看嗎 來 帥帥的感覺 氣質的感覺 OK嗎 好 謝謝 謝謝 大台中 謝謝阿關 哦 壯住壯住 終於等到你的新專輯囉 呃 也沒有終於啦 是嗎 我還是按照我的那個 我還是按照我的那個 HAPPO 跟TENPO這麼 這麼 大台中 哎呦哎呦 想一直 哎呦對 他直播中 哦 對 我還是在我的時間 跟我的TENPO這樣子的發 哦 就是說 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就是 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想插曲 所以當然有一些 插曲跟錯誌 但是我覺得 怎麼怎麼怎麼講呢 就是我盡量還是 按時發片 哦 按時發片 功課還是要做 因為你是音樂職人嘛 所以對於這個歌名的責任 還是要有啊 對 只是說這個原本在去你的2020年這個4月份的英國演唱會就是會先暫時 觀察一下後事 這個後事 有啦有 疫苗都出來了啦 我們也有信心嘛 有信心 對有信心 有信心 所以自己是希望什麼時候能夠再回到英國去演唱 呃我覺得現在 因為疫苗已經出來了嘛 所以 大家 都在這個看這個 過程打完疫苗之後 如果整個疫情能夠受到控制的話 就是盡快 好好好 ASAP啦 對 希望這個快則2021下半年 那這慢慢的話就是2022 希望能夠呢把你的好歌聲再帶到皇家 Albert Hall 在拉給好歌聲再回盪在那個美妙的場域 因為那個場域真的是 好漂亮喔 對啊 但其實是不得不聊聊 這個專輯是源起於這個2019年的一個瑞典的音樂創作音 對 然後當時就有兩首歌 跟這個Eric 還有Gavin 對 共同就打造出來 然後呢 到了之後你又下一站前往英國 Tim Rice跟Gary Barlow 聊一下 對他們兩個也是真的 真的是我意外的收穫 因為其實正在英國的這個合作夥伴呢 跟他們也熟 所以我去做宣傳的時候就介紹我們認識 對 那他們剛剛 他們聽完我剛剛跟這個瑞典的合作之後呢 他們就覺得很有資訊 對 因為他們對 其實我覺得這幾年 整個世界的這個音樂的合作 越來越密切 對 那他們也很想要跟華語音樂有一點關係這樣子 那我們就聊得很開心 然後就有這個合作的企劃 對 我覺得以我的年代來說 Garry Barlow算是那個時候男孩團體的指標 前面是接招Take Line的主唱嗎 對 其實Take Line跟我出道的時間差不多 真的 哎呦 可是後來我一去過Tim Rice更厲害耶 Tim更厲害啦 Tim應該是我現在合作過 唯一得到過奧斯卡 超大趴就對了 超大趴就對了 對 我想他寫的獅子王那樣應該都很同時 對 獅子王 美女 野獸 阿拉丁 然後這個 Andrew Lloyd Webber 就是安德魯洛伊瑞伯的音樂劇 對 有很多都是他寫的歌詞 值得大家回去Google一下 我覺得 你可以跟這個大師合作 都很讚被華人之光啦 謝謝 不過我也很緊張啦 因為他寫的詞真的是 怎麼說 像詩一樣 優美 對 所以我也很怕唱雜了 唱到壞掉這樣子 對啊 不過我也是因為說 原來是因為Tim Rice的詞 是因為那個河喜游老師 就沒有出場機會了 反正他英文也不行 原本想說 可能可以讓這個河喜游老師 幫他生出一個中文的版本 然後你就是可以兩種版本都唱 沒有欸 我覺得他的英文詞寫的真的太好了 太美了齁 不唱可惜 對 我覺得我還是唱英文的版本 對啊 所以這次專輯的一首歌 是有一點痛心 我覺得好令人驚喜喔 對 這個歌很有趣 對 這個歌為什麼會再拿出來 對啊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跟陳家上導演有關係 對 因為陳家上導演 我想大家之前看過 他拍很多周星馳的片 是是是 然後 感覺上他很像都是拍這種 搞笑喜劇 對 威脅的 或是說一些什麼 這種警察 那個什麼 握警這種 對對 動作的 但是其實他是一個很浪漫 文藝咖 這個 對我想他拍了一個愛情電影 讓我很驚豔的就是畫皮 誒 是喔 沒想到吧 對啊 因為畫皮我們都講了聊齋的故事 但是他把畫皮呢 注入一個愛情的一個元素 然後讓他變成一個新的經典 對 那後來我才知道他其實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然後他其實前兩年又重新經歷了一次 就是你知道戀愛愛情 愛情的feel 對 然後他就想把他的故事拍成一個電影 然後 所以有一點動心其實是他輕點的歌 他輕點說希望這個歌能夠再重現 對 所以他找女主角來唱 對 因為這個歌 對他來說在他的愛情故事裡面很重要 所以這個電影的名字也叫做有一點動心 然後阿哲哥也有掛啊 嗯 書品人啊 對 音樂達人先變成電影界的小菜鳥 嗯 怎麼說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次就是真的是從一開始 就加入這個電影的這個主創裡面 那跟導演提供很多的溝通 然後整個整個電影我覺得怎麼說 很有感情嘛 對我來說 對 所以很開心可以掛一個出品人這樣子 名號這樣子 對 所以以後就是要縱化不同語 所以音樂圈跟電影圈都好玩嗎 我覺得不一樣的好玩 嗯 那但是我覺得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電影它是從我的歌 然後跟導演的之間的經歷一起發展出來 嗯嗯 所以我覺得跟音樂還是有很重要很直接的關係 對 所以就有一點動心 不管是過去的這個跟嘉明姐姐的經典版本 還是跟這個人數系 人數系的這個新的新唱版本 萬一大家都可以給它聽起來 所以最後還是要回到那個啦 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道具 輪的鐵橋送出來 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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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人 我們特別去把這個 英國最副代表性的建築 對 送到了 HITERBAND聯工網 來來來來 喔 來來一下一下一下 差不多 好差不多這個位置齁 那就是來麻煩 本來是要去年應該就要站在這邊插齊 對啊 大家沒關係 我們在HITERBAND強大的念力作用之下 我們就希望說 嗯嗯嗯嗯 疫情趕快去晚 然後呢阿哲哥的這個海外演唱會 可以呢在這個啟動 好 所以呢來了我們先 啊齊來了齊來了 齊來了 齊來了換麥克風 對不囉嗦 你的這個新專輯 明天也要正式的跟大家見面了 所以呢 希望明年可以呢順利 而且除了維吾跟塔城之外 還有他啦 他是 大笨鐘 對 大笨鐘也 也希望能夠成功的被插齊 被阿哲哥的好歌聲給征服 來右邊來 所以呢來 等會兒要把他那個擺上去 右邊 先先先這個 這個POSE ONE 先定格拍個照 明天就懂的專輯3月5號 你會全面的正式發起 希望我們大家多多的支持 阿哲哥1989年出道 到現在算是個人的第32個年頭 非常不簡單 而且他 插齊插到 來來你可以放上去 我們就直接空降 好不好 希望這個阿哲哥的好音樂 好歌聲能夠呢順利的空降到了海外 再度的回到我們最喜歡的 Royal Elber Hall 可以呢重新聽到阿哲哥裡面的樂音 好歌聲 對 等一下我們就是 就是把他不把那個樂高拆掉 就讓阿哲哥聽起來 對 對 對 考驗一下 什麼時候能夠再重現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 趁前幫忙把阿哲哥看一下 事先低一點點 好事先低一點點 耶 這一次新專輯 我就做得很有質感 經典經濟的已經收到了 好 然後也是這個聲音之外 幫他打了很多好看的影像 好看 中間再看一下喔 好 OK嗎 再看一下 可以 耶 呃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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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還要麻煩大家 不過我覺得 這個時期 這個時期真的 還挺好的齁 所以 等於說是 新的一年 然後 那個 把新的音樂帶給大家 然後也希望 真的是 呃 當一個領頭養吧 對啊對啊 很重要 對對對 再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夠 呃 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平安 對 沒錯 謝謝阿哲哥的祝福 也祝大家平安健康 祝專輯發行順利 謝謝阿哲哥 謝謝 謝謝 好 啦